我呀,以前在宿前店也是上过好几年大学了 我有一些宿前大学留下来的花草啊 也现在长得还可以 比如说我后面这一颗鼠葵啊,就非常的好 大家看到这个鼠葵长得非常的高 足足啊,有三米那么高呢 估计还会继续长高,如果没有大风把它吹断的话 我这个鼠葵啊,是一个淡粉色的品种 它的花心部分呢,会有一点点偏黄色 它不算是太鲜艳的 鼠葵其实也有很多种颜色 当年我在宿前店买的时候是一块钱的种子 有四五个颜色吧 因为这个东西啊,长得非常的巨大 然后其实挺暗示的 所以就为我爸妈呢,就把它给全都砍掉了 就剩了这一株 这一株呢,是长在我们的这个花草池的边上 基本上没有吃过肥 因为花草池呢,本身就是有肥料的嘛 所以它其实吃的还是比那些普通的花草吃的富翁肥 还要更好一些 所以它长得也是非常的喜人啊 说到鼠葵啊,它的养护简直是零难度 因为这个家伙呢,它冬季的时候啊 也不怕双打 所以冬季可以在我们湖南地区其实是安全越冬 所以啊,一般啊 经过了一个冬季,在一个春季的生长之后 这家伙就长得巨大无比 然后呢,它其实是有病虫害的 但是它的病虫害对于它而言 呃,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它该开花还能够正常的开花 当然呢,正常开完花之后 这一株大的鼠葵呢,是肯定会死的 但是它底下呢,已经生出了很多小的那些质压了 这些小的质压呢,是能够正常的生长的 而且它的种子也会到处的拨散呢什么的 所以导致它这个东西就是 只要你不完全铲 不完全铲除的话 就会源源不断的给你一年一年的生出来 这个蜀葵在很多地方呢 一般都是端午前后开花的 今年呢,温度比较高 这个温度比较反常 所以它提前开花了 这个很正常 呃,一般来说这一季死完之后呢 下面的那些呢,可以在秋季再开一次 也就是说一年是可以开两次花的 鼠葵呀,最好是地栽 千万不要种在盆子里面 因为这个东西长得真的非常的大 而且它非常的粗壮 如果你长得过分细弱的话 可能会被风吹倒啊什么的 导致呢,嗯,观赏性不强 还有就是这个鼠葵的花呀 花期,呃,单独花的花期真的非常短 大概两三天就会自动的 变成了下面这个样子 就不好看了 鉴于它这么良好的特性啊 它也常用作呢 我们的圆灵绿化使用 因为非常的便宜嘛 好了,鼠葵的话 如果大家有什么不了解的话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记得点赞,点关注 我们